原來生活好快樂 快樂會大氣外傳揚 原來生活好快樂 原來生活好快樂 快樂會大氣外傳揚 原來生活好快樂 程海欣 星期一的早上 我們繼續原來生活好快樂 除了有程海欣之外 還有我的師傅在這裡 就是世界治癒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長 就是趙院軍趙院長 早安 院長 早安 Karen 你好嗎 好啊 忙得不得了 那就好啊 有得忙啊 不知道多少人都羨慕你 但就很慚愧 師傅 可能練功的時間 這兩個星期就少了一點 你真的很響亮 聲音仍然這麼好 幸好 還有一些忠氣在補著 不過我又要提到聽眾朋友 其實趙院軍院長在我們節目出現了一段時間 給大家知道在我們節目講了很多我們身體的運作 第一 第二就是與宇宙萬物之間的關係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不需要事務別人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有一個 如果出了問題 是自己可以治癒的一種能力 只不過我們無論是生活 習慣 飲食所有東西 將這些與生俱來的東西搞壞了 那怎樣可以搞好呢 非一朝一夕 都是無非那幾個字 都是要勤力 還有你需要有一種相信的能力才行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在這個範疇 尤其是在節目中對趙院長所說的東西 有幾分相信 那又再想了解多些 也都覺得自己無論在經濟上高 或者時間上高 這兩樣都重要 第一就是金錢 時間就是金錢 金錢也是時間 金錢和時間上都可以願意 以及覺得是值得付出的話 我給大家一個電話號碼 大家可以查詢 因為師傅也有搞一些氣功的班 或者遲些我們有機會再講 就是一些癖谷的班 怎樣幫我們的身體 去找回一種治癒的能力 電話號碼是28661768 28661768 大家可以打去 因為師傅也說在疫情期間 以前的班是比較多日數的 所以如果大家自己問自己 無論是錢和時間 你都願意付出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很努力地學完之後 在家裡自己去練功 你的健康一定是可以改善的 我自己都是過來人 跟了師傅學習 我自己深深感受到 在不同的範疇上都可以幫到手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去了解多些 這個電話號碼就給大家查詢 28661768 28661768 至於說到錢 什麼是值得和不值得呢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在說價值和價錢的問題 你覺得那樣東西 你覺得你的健康值多少錢呢 當然我們這幾次節目出了街之後 師傅也說有一些 我們資訊台的聽眾朋友 打去查詢 其實不用你們打去查詢 我又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們做很多不同的節目 有些嘉賓也反映給我們聽 不少我們的聽眾 都是有些年紀 還有退休 但經濟能力都不錯 有司機在門口等的那些 那究竟你是願意花幾萬元去買個名牌袋 你覺得很值得 哇!很威風的 拿出來這樣 還是你覺得我花一些錢 不用幾萬元 我現在在說 去學到一樣東西 是你自己終身都受益 是幫到健康的呢 這個真的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電話號碼是28661768 師傅 早晨 我講了很久 早晨 早晨 是的 很多謝 Karen 真的很無私地去幫大家在聽的聽眾 這個節目希望可以幫到更多人 這個健康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城市人有一個不同的對健康的看法 有些人經常說自己很健康 但是一問他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什麼不舒服 有什麼要改善 尤其是來到我們的中心 或者打電話來那些朋友 他們就說我很小事 然後就說了一大堆的慢性病出來 然後我們都知道原來香港人 對於這個健康的看法 原來很多人就以為進了醫院才是病的 甚至我們剛才跟Karen都談起 大家有個朋友都是傳媒人 私心傳媒人 他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覺得趁這個機會也說一下 原來源起上個月 這位朋友他就很急 覺得心不太舒服 家人就勸他 你去看看醫生 他就想去檢查一下 就算了 檢查一下身體 但是其實他已經是差不多要暈倒 去到醫院那裡的醫生就檢查卡 就不讓他離開了 幸好有幾個朋友就勸他 你一定要留意 檢查完所有東西 但原來其中有個醫生已經知道他 不可以就這樣檢查 要送去一個更加好的急救的醫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政府醫院 這個QM 就去了這個醫院 途中都差點出事 差點 寫不到 差點昏迷 差點昏迷 一昏迷就很大件事 所以就好像雨殘片 以前提到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總之一到車 就是因為醫生認識了醫院 各樣很快就送去急症處理 查完所有的問題 就做手術 如果你說一般的人 真的不認識的話 可能已經沒有了命了 他很好運 很有幸 又很有福 因為可能他幫了很多人 進了ICU 然後做了一輪手術 醫生就說 可能他真的出來都要洗腎了 原來他的心臟和腎臟 有很多慢性病 他自己都看輕了 以為糖尿而已 血糖會打針就可以了 說已經打針其實是很嚴重的 在我眼中 我覺得血糖的問題本來很簡單 練練功就解決了 但是你長期不去糾正自己的生活作息 和飲食的習慣 都是其實很麻煩的 結果就做了一輪的手術之後 他就仿然大悟 很努力地練功 在練功的 在床上不斷練 他最近出院了 住了一個月 醫院 剛剛出院 很高興地告訴我 他現在沒有想過 醫生說本來他要洗腎 現在就不用洗腎 而且打針 也是打以前的三分之一 大大減低了血糖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這個都是 他自己跟我說的 就是早兩天我們吃飯 就是多謝練功 這個是我們大家一個相識的朋友 他最近真的因為練功 他說對他很大幫助 不過好像剛才我覺得 師傅你這樣說 因為現在香港的都市人 覺得有些東西是很普通的 就是很平常的東西 以前可能你說 血壓高糖尿病都很厲害 真的很緊張 但因為有時候是很矛盾 就是因為在譬如西醫的角度 那些藥物的發展越進步 就幫到朋友去解決一些 其實原先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也認識有些醫生 都會說就是 究竟他幫到你的 是一些症狀的舒緩 還是幫到你的根源 這個要想清楚 譬如我舉一個很簡單 我自己不是醫生 先declare了先 申報了先 但我說的東西純粹是 聽一些你未必是完全相信 不可以作為少少參考 就是你血壓高才算 血壓高代表什麼呢 可能代表你的血管收窄 或者你的血液好像很觸氧化 很濃稠 很濃稠 但你吃的一些軟 他幫你降血壓 其實可能他稀釋了你的血 但根本的問題是沒有搞到的 那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即是等於發燒是一個symptom 它有一個signal 告訴你 喂 身體裡面正在打仗 有一個警號 但現在你將那個警號 那個V-woo-woo的燈 先弄到正音 它真的不響 但不響是否特別裡面沒事呢 即是吹了火火 警衝不響 那是好還是不好呢 即是這個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所以當我們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如果我們知道有一個源頭 我們是否比較可以針對性一點 究竟是個狀腐 哪一個狀腐出了事 令到血糖高呢 當然師傅 剛才你也說得很對的 即是我們的生活裡面的習慣 無論我們飲食 壓力 睡眠 飲不飲夠水 即是很多東西 everything counts 所有東西合起來才能解決問題 就不是單單說 很簡單而已 膽固醇高就吃那些降膽固醇藥 血壓高就降血壓 糖尿就降低血糖 即是否就是那麼直接呢 當然這個早上我們在說氣功方面的知識 或者師傅說的是一種 身體本身有的治癒能力 如何去發揮 那是否可以通過一些另外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這個角度去思考一下 當然你有興趣去了解多些 因為師傅除了一些收費的氣功班 有時可能在每個月份 都會有一些免費的介紹課程 大家都可以報訂名參加 都可以的 電話號碼是28661768 28661768 可以打電話去查詢 和了解多些 再多些一會兒 一會兒再談 原來生活好快樂 原來生活好快樂 先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趙院軍院長教的氣功 說到如何可以令自己的身體加強抗疫力和治癒力的話 記得有個電話號碼號碼給大家查詢 因為那些天氣所有東西都會有一個聯繫 那芒種是甚麼呢? 芒果收成的季節嗎? 我經常是吃的 芒種其實在下季的這三個月 農曆的五、六、七、三個月都已經是屬於長夏開始了 我們在農家裏面 他一方面要修成 另一方面要再下種新的種子 所以這個是很忙碌的節氣 所以這十幾天是非常辛苦的 如果對於農夫來說 而一般人不會留意到種田 而是城市人 我們有留意到這個太陽 尤其是這個農曆五月 是叫做五讀月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月的天氣 是我們叫做天地交態的一個月 即是說我們地是屬於陰 天是屬於陽 但是連地下 應該是地裏面 所有小生物都破检而出 或者是破殼而出 那些卵生的小昆蟲 他們都急不及待要枯化出來 其實就是這種叫做陽氣 是不斷地生長的 所以在地陰裏面 是聚陰的地方 它已經是變成一路 一直擁到地面 都有陽氣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叫做天地交態 連我們人身體裏面的陽氣 都會上到頭殼頂 即是說如果我們有少少情緒的問題 那些人尤其是要注意 比如心臟病 血壓高 中風的情況很容易 這個月份是一個很危險的月份 所以有很多人忽略的話 我們不如趁這個機會都說一下 這個五毒月就有九毒日 農曆的大家知道端午那天 第一天 就是一個天地交態之日 那天好像是星期日 大家都盡量避免戶外的活動 如果戶外的活動 一定要避免中暑 其實這九毒日 我們說所有的陽氣已經上到頂 如果在這段期間 是有 譬如說身體不舒服的 你很容易叫中暑 或者是有一些飲食上面的問題 很容易就暴露了出來就是火 即是說在一個 我們稱為炳為火 就是一個病字 就是裡面有一個炳 所以深火是很盛的一個月份 而因為這個月是叫做五 即是說中五個五 那個五月就是太陽在頂 也是南方的意思 所以是最熱的 還有我們的陽氣最盛的一個月 所以也提醒有些人 這個月尤其是農曆的5月14日 昨天啊 剛剛是昨天啊 師傅 就是最好避免防止 這些九毒日 再加上天地交態的一天 就避免防止 因為我們會大耗我們的元氣 我真的沒聽過 師傅那個叫什麼 我們現代人說的那些 叫性行為 跟那個力法有關係 是啊 我還想著 他是火之類的 那些男士的表現會好一點 我還想著 是不是這個時間 應該是 比如想生嬰兒啊 或者怎麼樣呢 是故意選擇這一天 反而你就覺得 不要在這一天進行這個防止 是啊 因為它是一個極的意思 就是什麼都是去到最盡 是 就是你將你身體裡面的陽氣 全部都輸出去 哦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如果身體不太好那些人 很容易出事 據說以往有這樣的說法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那天有防止的話 很容易三年內沒命 嚇一嚇大家 什麼都不敢做 這是一個古人的智慧 這樣的說法 大好元氣 是盡量避免的 所以在屋裏面 度過中午的時間 十點之後 早上十點之後 不要去曬太陽 不要去 行山 行山 很容易會中暑 明白 所以 喝多點水 喝多點水 不要有這個防止 還有就不要做那麼多戶外的活動 尤其是十點後 很早的師傅 只有幾個小時 那些人這麼晚起床 喝茶都不能去 那就要準備一些 清熱解毒的飲品 如果你真的要出去 就這樣喝水 可能都覺得 不是很解渴 或者是真的吸了熱毒 我們中國的醫學裡面提到 就是熱毒就是病邪 這個清熱解毒的東西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這個金銀花 菊花 還有喝少許的蓮子芯 如果你深火很盛 你會發覺 可能喝這些蓮子芯也有幫助的 但是十條好了 沖一下100度的滾水 蓮子芯可以去一下大家的深火 這個金銀花隨時都要避免在家 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拿少許出來沖一下水 就可以減掉你的熱毒 身體裡面潛蟲的熱毒 就很容易有病 好啊 先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果大家有興趣 學習師傅教的氣功 先給大家一個查詢電話 大家先 大家先 唔 就 我們 我們 我們